她聽分享者的故事時 她已經被觸動了 她很想她自己的演出部分 可以帶一個很好的演出 一個很好的故事 演給分享者 覺得自己真的幫到那個人 原來戲劇對於她們來說 不再只是一個演出的方式 不再只是一個藝術 多了一重意義 她真的可以透過她們喜歡的東西 去幫助其他人 歡迎各位來賓 我是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部的同事 黃振輝 亦是今天的詩儀 大家好 多謝大家 在白亡之中抽空 來臨出席我們今天這個 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讀基金捐助 中英劇團主辦 支持機構名愛傳樂軒 賽馬會社區持續抗疫基金 靈活逆學戲劇計劃的分享會 很多時候復原人士需要同伴的支持 他們需要一個休息的空間 可以到中心 參加活動和人聊天 不如做一些沒有演出 但又和戲劇有關 而且能夠回應 他們經常在疫情下 沒有人跟他們聊天 沒有人跟他們互相同路支持的狀況 之後我們就開始想了 到底我們和一員劇團的合作 我們如何在靈活逆學裡面 發揮得更加好呢 所以我們定了幾個目標 第一就是希望我們的學員 能夠通過靈活逆學 增強他們抗疫的能力 希望通過靈活逆學 去幫我們的學員通過建立詞彙 來增強他們的抗疫力 第二就是希望幫他們 建立一些多角度的思考 包括他們通過演繹 分享自己的故事 去引發一些多角度的思考 第三就是我們會幫我們的學員 建立一套敘事的系統 就是說當我們聽了別人的故事之後 如何說出來呢 第四個目標就是我們希望 幫助我們的學員 助人自助 我們希望用一個主動聆聽法 去幫助其他社群 我們在合作的過程中 都慢慢將這個經驗 轉移到其他不同的社區人士身上 我們有四個發展的階段 第一階段是建立信任 第二階段是辨識情緒 以及如何重新再展現情緒 第三階段就是故事聆聽的部分 以及如何聽完之後 又再重現出來 第四階段就是我們學以知用 做一些社區的分享 第二階段的時候 我們就更多在一個情緒上 我們為了主動聆聽的一種方法 我們前期做一些準備 這個時間仍然是我們第一梯隊 主要是一圓劇團的同學 我們嘗試用拉班的動作分析 亦都有一些情緒的詞彙 以及一些情緒的在現 這些方法去幫助他們 這個動作分析 其實是德國舞蹈家 他一種分析動作的方法 他將這些動作的力度 空間 速度和鬆緊度去研究 他不斷去試這些動作 用身體不同的部分去嘗試的時候 連結不同的情緒 那去幫助他 下次我想用身體去表達一種情緒的時候 可能我就是用一種點的動作 或者是一種很輕的情緒 一個忽的動作 從這些字眼裡面 給他這個詞彙 連結他的情緒 以及身體上的動作 除了身體的表達之外 我們都用回這個情緒字卡 我們就將這套字卡 就介紹給我們的學員 他會將同一個情緒 分成了六個不同的程度 像途中所見 就算是生氣也好 他可能有憤怒、生氣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激昂的 或者是失望的 詞彙會更加豐富 我們將這些詞彙卡 給我們的同學 然後再請他們用身體去演繹 然後我們再將它做一些重複的放大 我們有一個情緒放大鏡 就是將同一個情緒 聲音、動作加在一起 然後不斷地把它放大 用這種方式去演繹出來 不如請這位朋友 這位朋友 你這個星期吃的零食是甚麼零食 Almond? 杏仁,是嗎? 做到悶悶時 有人給你一粒小食 挺開心的 很棒 在自己做到悶悶時 有人分享了一粒小食給你 那一刻你的感受是怎樣的? 開心的 很開心的 好,我們一起來看看 Emily在做到累累、悶悶時 得到這粒杏仁的這種感受 好,送給Emily 大家一起看著Emily Emily,你剛才看下來的時候 哪一個最觸動到你的想法 或者情緒 左手邊的位置 一開始就很放開 然後就打字 然後好像有一個情景 好像有一個情景 打字,然後放開了 好,謝謝Emily 謝謝我們的演員 然後我們到第三階段的時候 就困難了 他們聆聽完這個故事之後 第一梯隊的學員 他們要學習 他們要學習怎樣講故事 講故事的方式 我們分了兩個部分 聚事行為 聚事行為 即是一種起承轉合的方式 也包括了一些反思的部分 情緒、反思和展望 都要在他們聆聽後 重新演繹的時候 是要做出來的 講故事 亦是無限的方式 這種就是一種 再深化一點 就要起承轉合 從前是怎樣 然後又怎樣 怎知道就這樣 到最後就這樣了 我們學完之間 分享他們的生活故事 亦會聽了其他不同的 例如童話故事 或經典的故事之後 他們要學習 將一個比較複雜的故事 濃縮成為四句精煉的句子 從前 然後 怎知 最後 然後再用一個具有儀式感的形式 去重新演繹這個故事 接著到了一個叫做反思的行為 reflective action 就是情緒、反思和展望 第二部分都要講四句 就是情緒、反思要講兩句 以及要講展望 情緒方面 我們是要聆聽故事的時候 你可能會感受到 你似乎很悲痛 你似乎很失望 我們的聆聽者 就要聆聽出 他說的時候的情緒 然後再說出來 接著到反思的部分 我們就會用 如果我是你 我就會怎樣怎樣做 又或者是如果我是他 因為這個故事裡面 可能有一些其他角色 如果我是你爸爸 如果我是你那隻玩具熊 我就會做一個什麼行為 就為這件事提供其他的可能性 其他的角度 就不會只是我分享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我做錯了 我不應該 但是原來還可能是這樣發生 原來這個故事裡面的 我還有其他的可能性可以發生 最後一句 我們就有一個展望 下次一定會怎樣發生 下次會怎樣做 或者是我相信你可以做到些什麼 在這個部分 我們都會繼續強調 一個戲劇上的儀式感 因為他們都會向著中間的一張空椅子 去說這四句 就好像我們的導師坐在椅子上 這樣去說這四句 Michael 你好像波波翠的時候 也是一個挺頑皮的小朋友 是的 我波波翠的年紀的時候 是一個真的挺頑皮的小朋友 我五歲的時候生日 當時我還在讀幼稚園 我爸爸就來接我放學 他說原來婆婆家已經準備了一個生日會 很興奮 被打倒塌 trl 包穿了我左邊的壓角 但幸好當時傷口不是很大的 稍微敷藥 很快就去婆婆,打开门,家里一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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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立刻很恶然,看到我这边崩了 六岁,生日,我爸爸又来接我放学 又跟我说,婆婆家里又准备了生日会,很开心 跑了跑了,再摸倒了,今次断了右边的眉 于是左右两边都断过,又受伤过 从此之后,我家人就再没有帮我搞过生日会 我觉得我真的很失望 好,我们现在一起看看Michael 准备生日都跌倒的小故事 Michael在五岁、六岁的时候开生日会 Michael两次在途中都太兴奋,跌倒了头 Michael很幸运,他的同学家长看到他伤得很厉害 就和他包扎伤口 由于Michael两年都弄傷,所以他的家人不敢再和他庆祝生日 Michael,你看来好像很失望 Michael,如果我是你,兴奋之余,都要小心点 不要每次都跌倒了头 Michael,如果我是你爸爸,我立刻抱起你,抱着你 让你没那么害怕,你虽然很痛,但你都感觉温暖 Michael,很希望你每年的生日都有人跟你庆祝 第四阶段,我们去到社区分享的时候 我们除了有主题式课堂之外 我们都更加去强化感官体验 亦都有一些一次性的体验工作坊 在这个计划里面,亦都有社工的参与 在当中,刚才也分享了一些关于带领游戏里面的 一些成份作用 其实除了戏剧训练之外 在社工当中,都会去观察学员的状态 去理解他们去到一个怎么样的状况、程度等等 在当中,社工就会去观察学员 甚至乎参加者的一些情绪反应 去协助他们如何理解 去提升他们团队的精神 当中,社工都扮演着一个陪伴者的角色 有时我都会向他们介绍一些社会上的资源 给他们去分享相关的资讯 我们这次计划,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非演出为本 是以训练为一个重心 没有大型演出的一个训练的形式 这次正正就是我们 希望建立我们学员的信任 有一个安全的分享环境 减轻一些背台词和台位的压力 强调了戏剧的社会功能 我们希望连结他人和共享生活 其实我们也发现这个父权 在他们身上是找到的 因为他们虽然很难 起承转合、分析力、记忆力 又要专注地听,又不是没有压力 很多样 但他们发现原来我是可以听得到的 他们的故事再长再深 我都可以 怎样都能说出那四句 他们发现自己有能力去听这些故事 也有能力去听一下 哎呀对上阿喜说到哪 阿成说到哪 我接着可以怎样互相帮助我们 完成整个故事 他们的聆听能力他们肯定到 这个我们觉得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父权的位置 也有些我们的学员就说 他听那些分享者的故事的时候 他已经被触动了 他觉得他很想做好些 他很想他自己的演出部分 可以带一个很好的演出 一个很好的故事 演给分享者听 他们听或观察分享者的反应 甚至是在座其他观众的眼神的时候 他们觉得自己真的帮到那个人 计划完结了之后 我觉得其实那种全城是很好的 也很达到我们当中一开始所说 就是做人自助 我很希望他们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自己分享完自己的故事 他们在一个团队里 得到这个力量和支持 他们可以用这一套方法 去帮助其他人 这个也是正正我们在想 原来戏剧 对于他们来说 不再是一个演出的方式 不再是一个艺术 多了一重意义 在当中 他真的可以透过一些 他们喜欢的东西 去帮助其他人 我们期望将来可以联动更多的专业人士 武器艺术界 社福界 教育界 甚至心理学界 都希望能够 匯集到更多的专业意见 令到我们灵活液学的活动 是能够发挥得更加好的 因此 尊业 更简正 会推荐 突参加 苟 允 soort